释迦牟尼佛出现 到我们现在 这世界上一般人讲 两千五百多年 中国历史记载 也不过是三千多年了 就算三千多年 后头还有九千年了 怎么会有世界末日 这是佛法里的说法 我们要相信 化解灾难的秘诀 最简单的 最容易的 最稳当的 最可靠的 就是念佛 怎么个念法 这个很重要 你要不懂方法 念的就不灵 懂方法念的就很灵 方法是什么呢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秘诀 这是大师智菩萨 传给我们的 师智菩萨最后 这个 这个 祝福我们 度摄六根 敬念相机 那从国上讲呢 念佛人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这个现前 古大得了 有解释 是在你 灵命中时 你并没有死 你是活着 见到阿弥陀佛 来借人 这是现前 那当来呢 是往生到 极乐世界 你是阿弥陀佛 的学生 天天 听他老人家 教会 那当来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这都是 成德意愿啊 所以 阿弥陀佛是 现在佛啊 不是过去佛了 也不是未来佛啊 我们一定要 生在 父亲 这才算是 真正有志气 真正对得起自己 对得起佛 菩萨 对得起父母 对得起祖宗啊 明白这个道理 今天社会 造谣的人很多 真的 古人所谓的 谣言 获重啊 我们偶尔 见到了 听到了 可以 完全不放在心上 统统归到这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真有灾难 灾难化解了 没有灾难 这个佛号 加持 一切众生 即故土 这是 每一个念佛人 应该要明白点 应该要懂得 人与人之间 要知道关系 要知道尽本分 顿伦尽分 知道 知道 清虚 知道尊敬 别人 爱护 别人 关怀 别人 照顾 别人 你就有福了 为什么 这是信的 第六路 祝佛 菩萨 如是 我意 如是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